第四個壞球出現 天敵選票形成了四壞球保送 也非常具有選球眼 選球是棒球打者必須具備的能力 在投手把球投出到進入本類版 短短0.4秒間 打擊者就得決定要不要出棒 該怎麼攻擊 今年的某某大調查第一彈 請到超過50位中職選手 要和大家一起聊聊選球眼 每天看球 機器 機器 或者是在打室外打擊的時候 也不見得每一顆要打 選自己要打的 然後什麼球是打得好的 那就瞄準那個球 打不好的球 在前面的兩顆好球以前 就先不要去打 避免打到壞球 它的難度 其實就在動態勢力好不好 其實它也有關係到 身體的反射神奇 跟身體的疲勞程度 專注度 這些都是會去影響你的選球 像為什麼左打會比較優勢 選球會比較好 它可以順向跑這樣一壘 所以它的擊球點可以帶得比較裡面 所以我覺得像恰克右打 就非常的不容易 專注於球 跟打擊習性也有關係啦 然後你的擊球位置 和打擊的策略想法 多少會有影響 準備動作短 除非你的力量就是要非常好 你就變成你的可能長打就沒那麼好 可是策略嘛 策略你今天要對這個投手 你要怎麼打 你要什麼想法 怎麼攻擊 其實這都是會影響你的攻擊策略 和選球各方面 中華職棒史上獲得最多 四壞球的打者 彭正銘特別提到 打者的攻擊型態和策略 也會影響出棒欲望 因此要討論選球眼 單看三陣數並不公平 獲得四壞球的比例 倒是有參考價值 但並非絕對 這也可以解釋 雖然三陣自壞比第一的打者 普遍會被認為具有選球能力 但有些三陣很多的長打者 還是有人認為 他們選球能力不差 選球對我來講 可能因為我在累見的破壞性 沒有那麼高 相對的 我比較傾向揮擊 金龍認真起來 他確實是可以選 只是他跟我一樣很愛打 非常積極進攻 對啊 其他的應該強打者 每隊的中心打者 應該都滿會選的 但攻擊慾望就不太一樣 我本身有1300多次上陣 你們覺得我的選球好嗎 應該 真的嗎 那還不錯 對我來講 只要有好球進來 我就會積極攻擊 其實選球好的球員 自身也是啦 他會去選他自己想要攻擊的球 那有很多球 不見得你想要攻擊 但是裁判會選 因為是裁判要的位置 總結以上 今年的MoMo大調查 超過50位中職選手心目中 配備最強選球眼的打者是誰呢 凱威啊 凱威啊 凱威他可以把球帶得很進來 邊邊角角的手幾乎都不太容易吃光 自身的選球也真的很蠻好 可以說他很多三陣 我不曉得他為什麼他打擊 都可以選到兩好三壞 就跟我講說他只設定他要打的球 這個嗎 哇 胡金龍啊 這是經驗啦 我覺得 對 我覺得Lin Lee的能力 很厲害 他把他的手放在球上 他很困難 所以他一直在戰鬥 就是他的本類版機率還蠻好的 就是他幾乎不會打他不想要 就是那種沒有設定到的球吧 許姬鴻吧 畢竟去年他就是上了率最高的 保送最多的人 蠻難得的是 他是一個打擊能力很好 然後兼選球能力也很好的人 佳龍然後跟 志成 因為選球好 所以他的打擊能力一直都還位置得不錯 我只設定我要的位置做攻擊這樣而已 多看球吧 其實有些可能牛棚投手在丟球的時候 就會站上去看一下這樣 面對場上每個情況的時候 更清楚現在要把握的是什麼 球種也好 位置也好 放掉不必要的球種 聽志成學長這樣講 才知道自己要的球在打 對 因為其實第一年 蠻長邊邊腳腳的球都會去打 所以好像全聯盟滾地球最多的嘛 票選結果 王威誠 林立 江坤宇 許姬鴻 劉姬鴻等十億位選手獲得一到兩票不等 老經驗的胡金龍 林志勝 陳俊秀 以及新盛代陳敬獲得三票青睞 新科打擊王梁家榮四票獲得第五名 本季獲得第二多四壞保送的李凱威 以六票名列第四 你心目中的選球王入選了嗎 提示一下前三名都是左打者喔 先來揭曉第三名 雖然外界比較關注他的長打實力 但是他的選球眼也獲得推崇 今年的得四壞率來到百分之十 而且曾在2019年的中職開幕戰 獲得單場四次四死球 並列開幕戰聯盟記錄 選球很好的選手可能都是屬於安打型 或是說康特比較好的選手 那他又是全聯打王 現在是全聯打王嗎 我覺得他很少會被 可能引誘球 或是說差比較多的球 他會去追打 他認識到出場的球 或是他會表現的情況 他會知道我會表現的 最好的選手就是他 你看他站的位置 要站比較靠近本壘板 但是他的內角球 保護得很好 不會是因為他站在裡面 把內角球攻擊不好這樣 所以我覺得他算是 蠻難對付的打者 可以很快量好球 可是他在量好球過後 投投的很漂亮的引誘球 他幾乎都可以選掉 絕對是健負耶 這是我的榮幸 三級棒球的時候 教練都會說 不要輕易去打壞球 然後可能那時候 就有養成到現在這樣 打擊練習的時候 就盡量也是把好球在掛 如果為球投手 有壞球就盡量可以去打 第二名獲得10票 而且在他的眾多綽號裡 只有一個是選球王 提示給到這邊 應該很明顯吧 他把每一個九宮格裡面 他要的位置他很清楚 所以他有辦法在遇到那個 等高一階的投手的時候 還可以那麼的 明確他要的我打的位置 策略吧 就是他設定他 要打的球 然後他本類版的 好壞球 都選的蠻好的 想要騙他的時候 就不容易上檔 這樣子 所以就是盡量往裡面丟 前一個是恰哥 但現在他不能選 看一下我覺得 思琪神敗吧 自己的學長 亞洲選球王 在我後面 誰 思琪學長 亞洲選球王 自己講了亞洲選球王 所以應該知道題目吧 他剛好你講到他剛好經過 因為我之前問過他了 去看那電子小球 還有我們回放影片的時候 其實他覺得是壞球球 其實基本上都是 都有稍微在壞一點點這樣 有時候我不知道怎麼打 說像有一次那個 遇到比較不準的投手 他說他怎麼打 站在那邊不要打 我就真的站在那邊不要打 然後就寶鬆 原來有這一招了 其實他就 牽不準了 你還要逃著打 我覺得事前的功課要先做好 比方說 這個投手 今天你要對戰的投手 他的控球好不好 因為其實你在賽前 就大概知道了嘛 或者是他是 變化球多 還是直球多的投手 大概你就可以知道說今天會碰到哪一些 先發就確定了嘛 中繼 後緣大概也確定了 因為中繼這一塊 你就可以去判讀 我自己的方式我會 比方說 我會去劃分這個投手 假設如果他投十顆球 他會投進去幾顆好球 所謂的好球不是那個數字上面看到的好球 是他真正丟進去好球帶的純好球 對 那因為有一些是壞球會空嘛 可是紀錄上面會寫好球嘛 但其實他是壞球 然後大概用十等份來去劃分說 他大概好球率大概是幾層這樣 你就是想好說這個投手的投球 其實他的控球能力是屬於 屬於哪一個等級的 比方說你碰到凱文 你就可以不用等球啊 因為他的控球是超好的嘛 動態勢力他是一定要去訓練的 因為我們就是一直處在 眼球要一直動嘛 對他是要去訓練 可是他並不是全然是選球的主要原因嘛 我剛剛提供這個十顆球的這個理論 其實他也是一個在賽前的判讀嘛 清理狀態你站上去會不會緊張 你如果緊張或興奮 你的失去會亂嘛 對那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事前的準備有沒有先做好 為什麼三位機密都統合後面 我還就分享給學弟嘛 周思琦在2013年WBC 對日本滿壘時選到寶宋 讓人津津樂道 2017年球季 他寫下連續八打起寶宋的 終職新紀錄 生涯累計643季四壞球名列第三 不愧對亞洲選球王封號 不過如果要周董清點 選球界的明日之心 他會選誰呢 找一個年輕一點的 選球 選球 我覺得沉浸 怎麼會有我 可能是因為我有 一直那個吧 支持他的輸吧 沒有啦 尤其這兩年啦 我有觀察到他 他真的進步蠻多 好球帶他顧得很好 他雖然不是那種很顯眼 或者是充滿明星光環的那種選手 可是他在幫助球隊的那種能力 其實是很強的 至於今年大家公認的 終職選球王 本季65次四壞球 全聯盟最多 得四壞率高達13.5% 比起聯盟平均8.1%高出許多 趕快來看看 17位選手選他的理由 像他今年的 他有壞球體質 他很少就是會 打到不好的壞球 所以你要戰爭他也很難 可能跟他的攻擊策略也有差 就是可能鎖定什麼球攻擊 不然就是等壞球再攻擊 我們很想要丟贏後球去騙他 可是都騙不到 所以他會選得掉 所以我們都會選擇 直接給他打 趕快打一打 不要浪費我們球數 因為你越慘 那保送的機率越大 從數據來看的話 他的保送是大於他的三正 而且大於滿多 因為會有遇到高低潮 狀況好或不好 可是他可以始終保持在 這樣的水平上 我覺得 所以他是頂尖的選手 身為越是打第一棒的打者的話 這個是很值得學習的一個地方 那時候覺得他是 給我的感覺就是一個 球棒控制能力很好的打者 那可能晉升職棒 又讓自己的能力 提升一個檔次的感覺 沒有問得很仔細 但可能他也講得沒有很仔細 對 如何可能 結線吧 結線 選球投給好 結線 30%的那個 個人感情因素投給他 我啊 本人自己講 應該也沒有人反對吧 統一時對開路先鋒 承接線以精鎮的打擊技巧著稱 特別享受良好球後 和投手疊對疊 我是真的屬於比較被動式打者 就是 投手就丟進來 我等到落後我才會有攻擊的欲望 手眼協調我認為我算還不錯 所以只要丟到框框附近的位置 我都有辦法去控制打到球 然後你破壞完之後 投手就會開始煩躁 他就會越想丟進去 反而會越丟不進去 其實我是覺得因為你常 跟投手一直在磨 你的耐性比投手好 相對的你才有辦法就是選到保送 有些時候投手對到我們這種打者 他丟好球進去他不會開心 他會覺得你到底在幹嘛 又想等球了嗎之類的 他反而會自己丟到煩躁 然後所以我覺得只要投打都一樣 只要有一方夠冷靜的話 機會就到 其實良好球的攻擊 你只要慢慢的打一段時間之後 你會發現有成就感 你就反而是良好球的時候 你會很期待那個時候 一開始上場之前就會先想 然後上去的時候 譬如說他今天直球很快 然後變化球你跟得到 然後我繼續注意他的直球 因為他的直球今天對我來說比較壓迫 變化球我還應付得了OK 我就是大方向就是注意直球 那如果他變化球真的很好的話 其實你就先把變化球想起來放 對就是其實在上去打的時候 我自己都會模擬他的直球的角度過來 變化球怎麼跑 然後在這個狀況的時候 我該去打什麼球 對我來說這不是一天打成的 是我從在高中階段 然後慢慢的就業餘 甚至打到直棒 我覺得這是驚艷累積 那時候剛去日本的時候 看到他們在打兩好球 然後他們就是想盡辦法 磨 磨 甚至可以打暗打那最好 可是你可以磨磨 磨到保送 不然就是你大概磨了六七顆被三陣 其實對我來說就是一個好打死 因為你浪費了投手六七顆球 每個人都每個人的特點 我也很羨慕自己的他們 還是強打者他們有辦法 在前面幾球去打長打 可是相對他們應該也很羨慕 有辦法把球看得進來 然後去做反應 所以身為直棒選手 就是要把自己的特點發揮 選球員的養成 來自長久的訓練和 緘密的擊球策略 也讓投打對決更刺激好看 看完了今天的內容 歡迎到MOMO Sports的官方YouTube頻道 影片下方留言 告訴我們你心中的選球王是誰 也請大家期待之後的 MOMO大調查